资金紧缩的问题到底会不会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 形成第二波的余震呢 最新看到巴克来的董事总经理最新警告 说在矽谷银行之后让这些存户们开始觉醒 也发现到外面可能有一些商品的利率啊 利差上面可能会更好 所以可能已经在引发第二波的搬钱行动 就是开始把银行上面的资金又有第二波的一个外逃 再者就是再观察到全球的主要几大央行 最近还是持续在卖美债 截至到上个礼拜三为止 这卖超的量竟然是近期来最大量 是以9年来最快的速度在卖美债找美元 这就表示市场上面资金还很紧吗 信姐 这些全球央行应该不会没事卖美债吧 卖了美债有代表什么样的讯号吗 我想其实当然大家还是或多或少会担心 所谓的一个银行的一个连环报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记得我们在刚时在整个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那时候欧美银行连环报的时候 我们就是三月提醒大家 以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在一个可控的局面之下 因为很简单嘛 如果人就你会发觉欧美的一些 一些联准会那些东西都会出来做个旧的动作 包含在瑞士信贷也是瑞士做一个结果的动作 那整个SVP也是被加接管的动作 我是觉得说至少目前看起来是在可控的动作 如果不可控的话其实很简单 刚刚整个所谓的一红也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美国的银行要出问题 你就会看到连准会做降息的动作 那你到现在为止都看到整个连准会不仅没有降息 对不对 他还在持续的在做最后的一个所谓的最后可能升息的动作化 还把真实升完 那就代表的是说目前的所谓一个银行的风暴 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干嘛卖美债 但是你说卖美债的一个原因 可能说每个国家都有所谓资金的一个景的问题存在 这是一个可能是其次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债券主要的一个债券的关系就是 跟利率是什么成反比 当然整个利率的一个提升 债券价格是往下跌的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 其实不管在国内收藏钱股或是在国外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一波就是因为利率升得太高 所以债券的价格跌太深 所以造成很多的央行 各国的央行 或者说各国的一个金融体系 潜在的叠价损失都非常的惨重 但是叠价损失这么惨重 我们必须也要讲说 如果万一不行的话 我还是要做一些减码动作 那我觉得这是合理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如果在同一个角度来看说 好那现在你看到都是已知的结果 就是说美国的利率高 对不对 债券的价格很低 可是我相信其实现在大家所预期的说 美国可能年准会再升息的幅度已经有限了 顶多可能说五月份再升息一马 那可能就会暂停做个升息动作 那虽然可能以目前来讲话 除非我认为整个美国的一个 景气下行的风险提早到来 不然的话 其实就像年准会的一个主席巴尔所讲的 今年没有任何降息的一个条件空间存在 那要降息明年再说 那如果就算整个利率已经告诉你已经到顶的话 那我们就很简单 利率到顶即将到顶 那是代表的债券的价格即将到底 对不对 那如果债券的价格即将到底的过程当中 那回过头来 一旦如果利率到顶 或者说可能明年启动降息 那降息债券价格要怎样 要上来 对反正说未来可能说 万一如果景气下来的话 债券的价格上来 反而又会成为所谓一个多头的资金的避风港 所以其实如果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除非我们说你买的是垃圾债券或高收益债券 或是说怕倒债的危机存在 当然这个会有 那如果说比较属于安全的一些债券的角度来讲 或是美国公债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我觉得长期它的风行可能有限 而且已经应该是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个债券 应该是慢慢出现所谓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 所以我个人看法是说也许你现在看到大家在减持美债 会不会哪一天回过头来 他要做一个所谓一个争持美债的动作 我觉得说也许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你还是认为美债的问题 只是纯粹真的是因为跟利息联动有关系 我想这个是一个有的关系 第二个如果你要再谈一下可能就是要谈到国际的政治方面 那个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比方说中国跟俄国会减少美债 一定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所谓一个政治的因素 那政治的因素就不 我们就不便在整个财经节目这边探讨太多了 那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整个国际上面的一个资金流向 或者是资金的紧张度吗 我们怕的是台股外资好像最近有一些动作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说以外资的一个角度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卖超 应该是在去年就已经大概高一个段落了 所以你会发觉其实从整个今年一月份回来 一二月台股外资是回补台股的 那虽然可能最近外资有做一些调节动作 那可能你不管说你还是要涨多的调节也好 或者说因为所谓一个清明年假的一个调节也好 我是觉得那个只是涨多的一个调节 可是你会发觉今年以来至少外资是对台股是一个进买差的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外资应该过去三年对台股的最大卖压 应该至少是该告一个段落的 就是就像刚刚一鸿所讲的一样 其实有钱嘛 但是你要找好的投资的部位 那除了债券之外 债券你还会怕踩雷 其实债券最怕就是踩雷而已 那你说如果以国际的一些亚洲的国家 以台股来讲本益比是相对比较偏低的 相对日韩中国股市来讲本益比相对偏低 然后什么股息殖利率又相对比较高的 相对至少台湾的一些公司的上市贵公司很多 至少财报公司的一个体质还算是比较透明度比较高的 至少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你看到外资在期货的一个多单的进出一下 多一些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 我觉得那个都是影响的是一个短线 除非你是很在意短线的投资朋友们 那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波段的角度而言的话 我觉得其实那个都影响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现在就是站在极短线的角度很紧张 一直留言在问我 都把我当什么名牌名师一样在问股票 好了帮大家问 现在如果极短线的话 到底什么时候该做一些调节 从外资的观察药或是台股K线形态呢 要不要去注意说台股可能高点过不去这些问题 其实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全市场都在期待万六 但是就算万六有没有给你站上去 你看全市场对这波第一季跟第二季看法 大概就在万六上下 所以很简单 其实现在指数上面的空间 可能短线是有限的 那你说这边你要期待说 这边马上大涨到哪边去 我觉得是几率是比较有限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不管在整个清明廉价过后 就算是月初 或者说台积电的一个罚缩会 有再往上冲 它可能上面空间都是有限 因为我们必须很客观讲 这波从低档上已经涨3000多点了 那涨了3000多点 我们说就算是多头 难道不能稍微休息一下吗 对不对 那我相信这个休息的最好是几点 就是利用第一季财报利空 再做了个什么 利空下来做个测试 利空做了一个什么 拉回做个什么 顺便一个洗盘的动作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是说 投资者有时候你不要看得太短 有时候就是忽多忽空 就像我们所讲的 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你乐观追股票 你又可能追高倍套 看到美国股市大跌 你又恐怕一怕杀股票 搞了半天 这一两个月你赚不到钱 你就抓住一个大方向大原则 现在就是在高档震荡各股表现 但是高档震荡各股表现 我是觉得已经接近尾声 不管因为季底的投信作帐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那你说第一季的财报已经要公布了 当然4月初到4月中 可能第一季财报好的公司 它可能会先有好的表现 但是我相信很多第一季财报好的公司 股价其实都已经大涨一段 会不会说第一季财报好的公司 一旦公布财报 反而它是利多出境 反而可能它会建高点整理 那如果说很多公司 第一季财报不好 明知第一季财报不好 明知三有福 何必偏向五三型 那你知道第一季财报不好 会有这个利空 你现在我是觉得说逢高 你先做一些减码 然后减码之后 你等拉回看到利空 大家恐怕害怕杀低 你在低档逢低减便宜 就如同去年10月底11月初 第三季财报利空出来 大家下了半死 你那时候敢抄底 一万三以下去买股票 赚 我相信你赚翻了 赚这三千点 好所以信尔老师他的看法是 你不用去紧张着资金 外资资金怎么挪动 你管他这个多进多单 到底多还是少 你管他台股万六 到底站不站得上去 重点要把时间跟眼光放长远一点 做梦该做梦的 该炒梦都差不多都炒完了 好如果要反应营运的 也都反应的差不多 台股这波已经涨了三千点 是不是可能也该休息了呢 因此接下来要面对现实 就是接下来的第一季财报之际 大家是不是适度的也稍微把钱获利 放口袋也比较安全 等待下一波的低点再重新来进场 是不是更有获利灵活性跟空间 好信杰老师已经帮大家好 回答大家一堆人 在我艳婷的粉丝专页去留言的问题 给大家做参考了 下个阶段回来要来聊的是新闻产业面 最近有一些新闻说中国电动车 还有在传统汽车都在杀架 到底车市还稳不稳定 收集一下马上回来 下个阶段回来